不完美受害人,虽然是一部群像剧,但是根据戏份多少,以及戏份重要程度,仍然可以分出个一二三番。 也由此引出了,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,男女主是谁。 不完美受害人,男主是谁好说,确定以及肯定是成功。 女主是谁嘛,就有点难评了。 虽然赵荀才是名念上的不完美受害人,且和成功有男女纠葛,全剧第一组镜头,直接给到了她。 但是林看作为一个更隐秘的不完美受害人,拥有长达十年的折服期,直到接了成功的案子,以律师身份反水帮助赵荀,在此过程中重塑自我,整条线连起来,会让整个角色更加立体。 综合分析,女主之位,还是该归林看才是。 某种程度上来说,成功也是挺倒霉一难的。 和赵荀那啥那晚,赵荀就扶着门框说了一句想回家,之后为了不思破脸,一个不字都没对成功说, 虽然找了几次机会,想偷偷溜走吧,但是都做了这么多了,就是不肯开口,明确给出拒绝态度。 有人卡点报警,并且通知了媒体,有意针对成功。成功事后也算是成全了赵荀,为主动和赵荀撕破脸,给了赵荀优厚补偶偿。 走到这一步,赵荀又不怕撕破脸了,以受害人身份,控诉成功侵害了他,想把丢掉的自尊捡起来。 更小概率的是,全国那么多律师,成功偏偏找了林看,一个和赵荀有类似经历的女人,这运气是真难平。 不要觉得没什么。林看接的是成功的委托,共情的是赵荀。 就在成功被拘留期间,一些对成功有利的证据,被林看临时撤回。 成功问林看出什么事了?林看撒谎撒的是面部红心不跳。 站在他的立场,可能他并不相信成功是无辜的,不愿意替有罪之人开脱,以致违背职业操守。 可是,作为一名律师,接了成功的代理,杨凤英维,就不算违背职业道德了吗? 真的,别既要,又要,都已经怀疑成功了,不想为他全力以赴了,就把位置空出来,既显得专业,又不会丢了想要的气节。 后续,根据成功给出的线索,查出成功确实有问题,林看实锤了,这才去帮助赵荀,多少有点对不起律师职业。 不是说,律师不能伸张正义,只是吧,都对委托人有了不好的预判了,再靠着对方提供的资源,去证实自己的预判,最后来个临时反悔。 这样的律师,难道不会失去公信力吗?